嗯? 開始 喂 大家好我是DDIO 我們是ESG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的 那個工人智慧博玩計畫 那 就開始講啦 我覺得今天現場 現場非常有那個 G0V的那個宣言 就是我們是一個多種形成 然後 支持我們是一個地方 看上去 總之我 大家如果沒事的話就聽我講 有事的話可以繼續聊天 好 可能 可能 在場應該有蠻多人沒有聽過ES檢測儀 那總之我們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我們是一個台灣在地的環保組織 那我們在做的事情其實有 那一部分是 我們想要拿實際的資料 來去推動 來去決定我們今天倡議的方向 看我們要怎麼樣去推動 現在主要是在做淨零 淨零轉型的這一個部分 那 在這個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各個企業出的這些 ENG的報告書 因為其實這些報告書裡面會 揭露非常多 每一個企業自己 他們在環境 社會和治理上面的表現 那這個東西其實也是一個非常好 鼓勵企業自我揭露 還有鼓勵企業之間可以相上競爭的一個 很好的工具 但這些報告書 除了自我揭露之外 其實我們覺得 對我們綠紅來說 更重要的是 這些報告書 應該是一個可以讓公民 可以參與你這整個改變的一個開始 對 但大家如果看 EHG報告書 它就會發現 其實這個裡面 它有很多東西是缺乏 讓我們很難去參與的 比如說 報告書你只能給人類看 它就不是一個結構化的資料 所以你也很難做 比如說 然後再來是報告書的內容 因為是各個系列自己寫的 所以其實它讓人可以寫好的部分 所以我們如果想要 再來是 它的數量其實非常多 像光台灣一年就600份的報告書出現 所以其實要判讀的成本都是非常高的 那雖然這樣 但其實綠萌在這幾年 我們其實已經做完了至少三四年的報告書 然後把這些資料其實全部都已經開放在一個平台 大家可以Google ESG檢測儀 就可以找到我們目前已經開放的資料 那這些資料其實都是 我們自己做完 用人工做完之後 開放給大家的下載 那我們其實也有非常多倡議的行動 也是根據這些資料來去處理的 好 那接下來要進到我們這半年 也就是我們今天參加這個競賽 這半年我們做了哪一些事情 那我們這半年的目標 是我們希望收集最新的 也就是2020年的 這一些企業出的報告書裡面的 其中高碳排的公司 大概150本 我們想要做 把這150本的公司的報告書 也編輯成結構畫資料 然後釋出來給大家來用 那150本意味著什麼呢 150本的意思是說 它大概是1萬6千頁的報告書 如果平衡成功讀的話 就是1萬6千頁 那我們每一本報告書 50個欄位 所以我們總共判讀的欄位 是8千個大概接近一萬 那算人力下去的話 它大概就是需要一個人 一整個月的公司 然後再加上薪水 這期票 才能做完這些全部的判讀 如果我們真的是業一業 全部的報告書 而且我們再講的是 這個是2022年的150間喔 所以當我們要做 這是每一年都要做的一個程度 所以我們每一年 就要至少投入一個人的人力 他的一整個月來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在這一次的專案裡面 我們想要做的是 我們希望透過 我們希望透過設計 我們想要用設計 再加上數位工具的協助 來降低我們整個判讀的成本 也就是說包含了幾個東西 第一個是 大家開PDF 很大PDF的時候 你會發現 PDF開起來很慢 所以我們希望它開起來 是更快 而且可以更省 有一個電腦的資源 所以你 不管是怎麼樣的電腦 就可以打開一本很大的報告書 再來是 我們可以內建關鍵字搜尋 大家如果用過PDF的搜尋 你會知道它是一個 能用的東西 那我們就把這個作品 變得更好用 而且是可以更快的 讓你找到想要的東西 再來是我們整合 講了8400個欄位 所以我們就讓 整個填寫這些欄位的過程 可以更省力 你不用去找今天 到底這個答案 要寫在哪一個地方 有一個想做 但現在還沒有開始做的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讓 不管是用原模型 還是有其他的 其他的指示技術 來幫我們可以 更容易的找到 今天答案 下面是我們常做的事情 所以我們今年 我們下半年大概 我們花了三個月的時間 來做了初步的訪談 就是先理性一下到底 我們綠萌現在 在做 我剩一分鐘了嗎 綠萌做過哪一些事情 然後我們也做了一個 比較簡單的DOC 然後在8月的 大黑格鬆的時候 有跟大家來報告 那再來的話是我們在 最近的兩個月呢 我們就做出一個DTE 是真的可以用 然後拿來給 我們講專業工人 就我們 有目擊一群人 來幫我們一起寫報告 那所以我們 兩個月做完這個工具之後 最後兩個月 其實我們就是拿這個DTE來 找大家一起 然後目前有18位工人 目前已經做了兩週 那我們做完100本的報告書 那我們平均 大概每一本 花的時間是30到60分鐘 對那底下 下面就可以看到 這是每一本報告書 平均花的時間 那這也是 也是因為我們用了數位工具 所以其實這也是我們第一次 真的可以用 比較 比較確實的 測量的方式 來去評估 每一個欄 不同的欄位 和不同的報告書 各可以有哪一些 呃 數據 所以呢就是 我們其實測下來 基本上一定是更快更整理 而且這也是我們 第一次 因為我們有了數據之後 其實我們接下來就可以來做 比較詳細的評估 比如說我們接下來 這些流程的設計 應該怎麼樣做 哪些欄位是難的 哪些欄位是簡單的 那接下來就可以決定 那我們的分工方式 要怎麼樣分工 比如說我們 現在是一個人做一本 那我們能不能是 某一些欄位 包裹起來之後 專門給某一些人做 這樣子 對那接下來我們其實還會繼續 就我們做完那批之後 還會是會 一樣會有使用者訪談 然後就可以 我們可以讓這個 閱讀器更模組化 就可以開放來 給大家來使用 好的以上 欸我最後念一下 我們貢獻者名單好了 對就是 這個專案其實 不只是綠盟 所以像是那個阿甘 然後還有我 DDAO 來的 我們請另外有兩位 社群參與 請您看 VV 在場 對所以就感謝 大家參與 然後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來找我們 謝謝大家